观众论们好 我是萌萌继续带来 《迷流之国》的爱丽丝第七集 这个女孩萌萌花死了 她们在参加一个名为 《狩猎女巫》的游戏 就是要找出杀害萌萌花的凶手 把她扔进火堆 就能通过梅丁兰说的 投给我快点把女巫找出来哦 安姐上前查询尸体 但这个萌萌花的闺蜜 却被大家质疑 平常总是形影不离 怎么今天就分开了 你就是女巫吧 不得派准备把她扔入火堆 迦娜未来和佑叶却说把她放下 大家都能提出不在场的证明吗 就这么乱杀人呢 大家开始互相猜忌 安姐手上的手帕有血哦 大家也开始质疑 安说着这是冒匠的血 他调查了冒匠死亡的事实 这个子弹的弹道 跟海滨内的枪支是一致的 所以应该是海滨内的成员杀了冒匠 有人提出 那可不可能是女巫杀了冒匠 毕竟时机太巧了 可背后却被一刀穿过 大壮说着 既然女巫在海滨内啊 除了武斗派 他会将所有人视为女巫 如果女巫不出来承认的话 那就杀光所有人就好了呀 所有人都在逃跑 佑叶拿上了最后一台手机 也快速地躲藏 可有人却质疑大壮 如果杀光所有人 游戏没有结束 那怎么办呢 美艺男开枪射杀 大壮说着 不需要这种不明白事理的人活着 整个会场充满了杀戮 除了武斗派的人都会死去 佑叶跟维修工说着 他要去找有希 希望大家能够帮忙 水姬说着 大家都疯了吧 为了活下去 既然能做到这种地步 可监控里却有一些奇怪 有人似乎在搜查着什么 是安 他在翻着抽屉 找讯着凝胶 希望提取出凶器表面的指纹 接着再分析 所有人的指纹就能比对出来 水姬惊叹 你究竟是谁呀 安说着 曾经是个法医 看来是能够脱关了呀 可面前却出现了刀难 水姬让安先去破解谜题 这边自己来处理 刀难有刀 但水姬不水 曾经水姬也是想要继承道馆的人 可无论如何都无法胜过父亲 因为总是在最后收着手呢 可他却有化妆的爱好 这让父亲十分的不悦 水姬只能选择离家出走 而刀难也是有故事的人 一直逃避的生活 他想要感受真正的生命 于是也莫名来到了这个世界 游戏 杀戮 让他感觉活着的自由 剪光头发 找人纹身 现实被拉回 水姬说着 我们真相啊 都憎恨着过去 不过多亏了你 我要正视我的过去了 水姬摆出了道场姿态 可空手对刀还是有些难度 总容易被划伤 卸掉了刀难的刀具 近身肉脖 一脚踹飞了刀难 可弄了一地的碎玻璃 这却让刀难得刺起来 往地上扔着玻璃瓶 水姬光脚 而刀难有邪 刀难便捡起了刀 再次作战 看来 你对活下去的觉悟 没我高 刀难笑着说 可他怎么知道 水姬现在这样 是下了多大的决心 母亲密威 他去床头看着 母亲没有责备他 反而说着 现在的打扮很适合你啊 经历过这一切 水姬闭上了眼 感受空气的流动 伸手打刀 一脚踢中刀打的脖子 此刻正在楼上 狙击弱者的梅丁兰 回想起 自己之前被学长们欺负 对他妈妈咧咧地说着 把子可不能乱动哦 身后传来了声音 把他拉回了现实 是白发 说着差不多该对欺负弱者 感到厌烦了吧 梅丁说着 那咱俩来一决胜负吧 白发说着本来海滨是我们供电的 现在变成了游戏供电 那也就是说游戏的主办者 侵入了我们的供电系统 那么能知道供电的只有干部了 女巫就在干部中 所以白发就要杀光所有的干部 第一个就是梅丁了 梅丁笑了 你能有枪块吗 白发扔掉了扑克牌 梅丁骗个质疑 白发点燃自制土火枪 梅丁摔了下去 再看右翼努力地找着游戏 却在房间看到了一个武斗派 不断地说着自己办不到 办不到杀人的 右翼问着有希具体的位置 维肖宫也从武斗派那 问出了具体的楼层 而有希的脑海 其实开始了跑马灯 还在回想张探和黄毛 这话把他抽回了现实 他要活着 他要活下去 努力磨掉口上的胶带 喊着救命啊 这声音让右翼听到 进来救下了有希 但现在游戏还剩30分钟 右翼希望有希能够破解这个游戏 有希分析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武斗派也会开始内斗 但这不符合游戏的目的 红星石的游戏 不是靠力量去生的 它是玩弄玩家内心的游戏 大家必须背叛彼此 互相残杀 但这明显不对 一定有披露 如果我是女巫 我会怎么考虑呢 不 我应该从游戏主办者的角度思考 这游戏就是故意 为海滨成员量身打造的 帽将 萌萌花 这一定是某内部人 算转了时机设计了这个游戏 是为了让海滨陷入混乱吗 可大庄不管那么多了 继续让人烧人 脑海 浮现和帽将的过往 安姐查到了刀笔上的指纹 准备去说明 却被武斗派打昏了 时间仅剩二十分钟 安姐 我说我这是 《弥留之国爱丽丝》的第七集 安姐似乎发现了指纹 知道谁是女巫 而有希又在最后一刻 想清楚了女巫是谁 救生一集大结局 能否如同第三集一样 一集封神呢 老规矩 点赞过两个 我立马更新 《弥留之国的爱丽丝》 大结局哦 那 拜拜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拓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